接下来带您关心的是气象新闻 中央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台湾各地依旧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 而19号的花莲纵谷则为红色的灯号警示 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 民众出门在外请特别的注意 而即将在21号下午出现的日环时 当天各地将会是多云道晴 适合观赏的天气形态 天文迷们有望看到高清版的天文奇景 气象局表示 最近几天直到21日 台湾各地在太平洋高压笼罩下 大多是晴到多云天气 只有山区午后会有热对流发展 有降雨趋势 不过影响范围仅限于山区 而今日各地持续高温炎热 气象局也针对几个县市包含花莲 发出38度极端高温警告 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 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21号日环时那一天 花莲整个天气是相当良好的 大概就是午后山区有一些地方 会有一些热对流 然后就会去积云长起来 那其他大概都是一个多云 到晴朗的好天气 而21日即将登场的 世纪天文奇景日环时 约在下午游记门初闺 开启本次日时序幕 最后在台东复原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带状 就是在这个带状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漂亮的日环时 然后在偏 这个带状以北或是以南 你看到大概就是比较偏时 你越靠近这个带状 看到的环时就越漂亮 在花莲可能就要靠台东交界 或是池上或是在复礼 或是到封兵吧 对去封兵那边去靠剧成功那边 你就大概可以看到比较漂亮的日环时 环时带游西向东 将横过静门 澎湖云林 嘉义台南 高雄南投 华联台东等县市 这次错过就得再等195年 想要欣赏的民众 建议不要只戴太阳眼镜 应该备妥日时专用眼镜 或剪光绿纸 每次观看时间不要超过一分钟 另外民众也可选择上网 观看中央气象局的网站直播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